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 今年3月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说 毛家人无一人当官迫使经商 他还表示毛泽东最提倡的廉洁 毛泽东时代几乎没有贪污腐败 毛新宇的这番话是为了表白自己的清廉 也是对当前中共太子党利用权势练采的暗讽 不过据称有阅读障碍的毛新宇也承认 自己能够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少将 多少也沾了爷爷的光 当时因为它整个公公司计划经济 以官员所享受的那种优厚的物质待遇 不是以货币的形式出现 不是以你个人财产的名义出现 因此你就很少有积累和转让的这种机会 所以它以这种方式 以现在我们司空见惯的这种经验腐败的方式 在那个时候就很少 他补充说 那个时候的腐败更多的表现在政治上 例如毛泽东安排他年轻的侄子毛远兴 担任沈阳军区的政委 他还说毛时代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金钱贪腐 可能是因为那个时代太短 后面就出现了文化大革命 以及后来的改革开放 事实上太子党的经商源头 可以追溯到中共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时期 1978年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允许一部分人先负起了 整个80年代以邓家子女为首的中共高干子弟纷纷下海经商 当时太子党的主要手段是利用价格的双轨制 倒买倒卖紧俏物资的批文如汽车钢材指标之类 邓家子女经商以邓的长子邓普方为首 邓普方在文革期间遭遇悲惨 造成高位瘫痪 长期以来一直担任中国残联主席 1984年9月 由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投资600万元 中央纪委拨款50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 邓普方建立康华公司 资认董事长主要经营进出口贸易 1987年6月 邓普方成立大康华 指使国务院特批享受免税待遇 公司注册资金2亿元人民币 石头1.2亿元人民币 当时据称国家禁止进口的物资 邓普方有办法进口 国家不许出口的物资 邓普方有办法出口 所有那一代人的子女都卷入商界 陈云家族 业家所有你说的第二代领导人家族的子女 都有庞大的商业利益 使得他们都相当的富裕 不过我想指出的一点是 纯粹的腐败和群带关系 在这里很难分清 他说1986年 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 曾为限制中共领导人子女的特权而战 但是很多共产党内的元老 对胡耀邦的大胆行动感到不安 担心会查到他们自己的子女身上 加内特说胡耀邦的一名子女告诉他 胡耀邦试图限制太子党的腐败 成为他1987年被罢出的因素之一 很多人可能已经忘记 1989年中国天安门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 并不是民主诉求 而是反腐败和反关党 邓主方是主要的目标之一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因八九民运下台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 他的儿子也是当年反腐败的目标之一 赵紫阳的儿子被指责倒买彩电和汽车 又死之后 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 中国进入市场经济时期 更是开启了高干子弟 进驻垄断领域的大门 因为搞市场经济了 这个搞私有化了 而你政府呢 你手里掌握着大量的资源 那么你就能够很方便 就这个利用这个机会呢 就是所谓就是搞腐败 那么有时候你官员 因为这个搞腐败不能官员自己一个人 他自己搞不了的 他总得和这个所谓商结合 那么在这个中国官员中 家庭出现普遍的所谓一家两制 家里有人当官的有人经商 因为全都是当官的 那他要占钱也不是很容易 那全是经商的 那也没这个门路了 所以他就多一家两制 90年代中期以来 中国的财富宝藏主要集中在房地产 矿产能源 金融 以及需要政府颁发特许精英权的垄断领域 现在这些领域都被红色家族所垄断 这其中最典型的有江泽民家族的电信行业 李鹏家族的电力行业 以及邓小平家族对地产 有色金属 甚至是军火行业的垄断 以连籍公正出名的前总理朱镕基的子女也不例外 朱镕基之子朱云来1998年进入中国最大的投资银行之一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 过去十年都是这家公司的总裁 在第三代领导当中 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儿子曾伟的财富 因为在澳大利亚悉尼购买了一桩价值3200万美元的城堡 而被曝光 这桩房屋据称是澳大利亚房地产交易史上的第三昂贵的豪宅 但是大家所不知道的是 曾伟曾是中国石油界的巨亨 他的经济活动涉及到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 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文章将中共第四代领导人温家宝退上了风口房间 报道说温家宝的母亲妻子子女和其他亲属已经变成了巨富 在其任职期间累积了超过27亿美元的财富 他们的投资涉及银行、珠宝企业、度假地、电讯公司 并拥有世界最大的金融企业之一平安保险的控股权 虽然温家宝家族已经通过律师否认了上述财富的存在 甚至中国外交部也称这样的报道是母黑行为 但是温家宝的儿子温云聪是亚洲最大的卫星运营公司 中国卫星通讯集团公司的董事长 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一项统计 第四代领导集体当中 九大常委的孩子都活跃在商界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儿子胡海芬 曾执掌垄断中国机场、口岸和地铁安全扫描仪的国有公司 胡锦涛的女婿毛道林 曾任中国最大的门户网之一新浪网的首席执行官 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的女婿冯少东 现出任中广核产业投资基金的总裁 掌管的资产超过百亿元人民币 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的儿子李慧迪 则是中国移动的副总裁 统战部长贾庆龄一直是腐败指控的对象 妻子贾建国和女婿据称已经移居国外 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及妻子周斌 控制着中国石油的庞大财富 中宣部部长刘云山的儿子刘乐飞 则是中信产业基金董事长及行政总裁 事实上中国官方媒体2010年就公开承认 红色家族已经成为中国富豪的主体 并直指这个现象事实上也是一种不公平 所有政治局常委的孩子都进入商界 获得了巨大的财富 因为你知道只要你与他们成了一伙 你就得到了终极的安全和保障 当然你得分出一半财富 但是你获得了文件 没有其他人可以这么勇敢 吞下这么多的财富 他们说的是数十亿美元的财富 虽然从第二代的胡耀邦到现在 中共中央以及国务院都有禁止干部子女 和配偶经商的文件 但是都形同虚设 高层领导人家族成人的腐败 绝对是无法控制了 没有人有能力控制他们自己的资女 更不用说别人的资女了 这是造成现在中国社会不稳定的力量之一 所以就我说了很多变点 我说你共产党原来前二三十年 是以革命的名义用暴力 消灭了所有平民党兴的 他们自己的私产 把它变成了所谓的 属于全体人民的公产 然后你以后三十年 你由于改革的名义 把本来属于全体人民的公共产产 变成了你少数官员自己的私产 那你以后这两件坏事 让你一个当都做完了 那还得了 那胡经中外谁比得上你 在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前 预计将成为中共第五代领导核心的 习近平和李克强家族的财富 也遭到曝光 彭博通讯社今年七月报道 习近平家族的财富过异 但主要是由其姐姐妹夫 以及弟弟所拥有 他们的商业利益 扩展到矿业 房地产 手机设备等领域 李克强也因为其弟弟李克明 任职于中国烟草专卖局 被指涉嫌裙带关系 不过这些报道都谨慎地表示 没有任何资料显示 习近平或是李克强自己的小家庭 卷入了任何连财的行为 VOA卫视 斯阳 徐崇伟 华盛顿报道